八升港口拼全球十大,有望超越香港 团结政府积极提升港口设施,迎合国家经济复苏和发展,以及物流业的抢劲需求 交通部长陆赵福表示,八升港口的货柜吞土量稳步上升 有望在今年内超过香港港口,击入全球十大最繁忙港口行列 2023年,八升港口全球排名第11,较2022年上升两位 与排名第10的香港港口仅相差40万个货柜 今年上半年,八升港口的吞土量比去年同期增长6%,预计下半年表现更好 今年首6个月,全国港口所处理的货柜为1498万个,比去年1348万个上升11% 显示大马经济正面发展 为了应付需求,团结政府推出卡车及货运专业提升计划 拨款400万培训1000名货柜罗里司机 交通部长陆赵福表示,该计划将帮助解决物流行业司机短缺问题 并帮助自己找到工作